同时翔哥有这么一句名言 没有什么糟心的事 是一杯啤酒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 那就两杯啊 因为他最多喝两杯啤酒 就打了 我发现啊 这男人他都离不开酒 我的意思不是说 每个男人都喝酒啊 我的意思是 他们都和酒有关 举个例子 有的男人呢 虽然他不喝酒 但是有啤酒不 喝酒有关吧 有的男人不喝酒 但是有酒造比 喝酒有关吧 有的男人不喝酒 但是他们的口头才是 我真是醉了 和酒有关吧 还有一些很帅的帅哥 他们的酒窝里面没有酒 妹子却醉得像条狗 你们看又有酒 说了这么多 和酒有关的东西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开酒不喝车 喝车不开酒 说反了 不过反正就是这意思啊 开车上路 不要酒驾 你有发现 请给司机 差评 我们栏目的哈哈曹 家里呢 他养了一只猫 和所有正常的猫咪一样 他家的猫也是一样的 性格古怪 这话怪怪的啊 不过是实话 正常的猫咪好像都是神经事 乖巧的猫咪反倒不正常 他对他们家的猫是非常的好 经常花钱在网上给猫咪买玩具 但是让他糟心的是啊 除了包装玩具的纸盒子 所有的玩具 他们家的猫都不爱玩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禅使官哈哈曹 最巧朋友圈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巧朋友圈 我是发福比发财容易的哈哈曹 我语言节 我确实是养了猫 而且呢 也正如你所说的 我家猫这个性格让我捉摸不透 哎呀 这个世界上呢 让我们捉摸不透的事情出了猫咪 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天我们栏目的这个编辑小哥 胡二峰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上网一查 他给吓坏了 自己在网上给自己看病 是什么感觉呢 你脖子有点酸 上网查了半个小时 你发现你只剩三个月了 同感 明明是长了个痘痘 网上一查说是流 明明是扭了脚 网上一查感觉自己要节制了 明明长得像彭于晏 网上的人偏偏说我长得像吴彦祖 一 二 五 一 四 五 五 五 六 六 五 五 五 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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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